各位大家好 今天參加了迪士尼10K挑戰賽 現在是在現場 大約是4點42分 現在就步進去會場 其實我自己也早到了 因為整理行李的時間 大約是5點3至6點3 現在其實也有人讓我早 現在就到了迪士尼停車場的位置 當中很多選手都好像我一樣早到了 其實有很多人都在等他入場 你見到那個情況都非常虛狠 亦都可能有一些公司或團體都在參加這個賽事 我自己也很期待 再走前一點 你見到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換好衣服 準備好去進入賽事會場裡 看看情況 現在我就步行進去看看 我自己的做法 通常是等其他人進去 我自己就可以慢慢私自然走進去 走到這個閘門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拍照號碼 以及會檢查你的隨身物品 好 這一個就是會場裡的back job 這裡就是starting point 起點 待會我們就會在6點3裡面起跑 當中這裡就是會場裡 其實當中的主持 都會介紹一下起跑的路線 那一間起跑的路線 我也會介紹一下 而當中裡面 就中英文對接 去介紹一下 究竟一間10K的起跑路線是怎樣 大家這裡可以聽聽的 這一個Texy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最愛的角色 對 你也肯定會跟我們有多數的朋友 如果你有多數的朋友 如果你有多數的朋友 如果你問我 我也覺得氣氛非常之好 原因是大家都很期待這個賽事 也很早地來到本場 介紹完路線之後 其實大會的主持 就會叫大家做一些熱身 簡單的熱身 希望待會你進行賽事 千萬不要留趁 氣氛也非常之好 接下來就看看back job 其實早來的參賽者 可以去很多不同的back job 去拍照 當中這一個是其中一塊 是特別多人去拍的 前後也是同一塊 這次主辦機構的back job 我也覺得非常之好 原因是燈光打下去 令到back job更加有型 我們就開始起跑 我現在站在起跑線上 因為我自己跑6.3 所以我們就要等一等 而當中整個路線是怎樣 最初的7K 其實是跑路線 但那3K 轉換那3K 就是跑6.5 你現在看到 六六六路 下了兩批 第一批是6.3 所以我到現在 都要開始出發 而第二批 第二個選手 就是6.5 我現在就開始去起跑了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角色 幫大家打氣 大家都要用心加油 現在我跑路線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廁所的位置 整個迪士尼 當你一下車的時候 走出少許 就是廁所的位置 好 過了這個位置之後 接著其實 頭7K 都是一些公路 所以你看到 現在我自己 都很努力地 希望跑回前面 當中 其實一起跑步的感覺 是非常之開心的 好 繼續跑到 這個 應該跑到停車場的位置 你看到 其實外面的交通 因為可能是跑一下 所以會有點失敗 而當中 這裡就是這個 2K的位置 其實是2K的位置 你看到一個牌 就是2K 其實這次參加的路線 其實完成1K之後 都會有一個牌去展示 現在就去到這個 公路的位置 其實這條公路 可能有少少暗斜少少 不過如果你問回我 整體來說 跑也是舒服的 然後 然後 現在跑到 敵陰湖的位置 這些是公園的位置 其實通過公園之後 其實去到後期 我自己都非常之期待 因為已經跑到 敵陰湖的位置 好了 現在就開始進入 敵陰湖的位置 其實今天的天氣 我自己覺得 都非常之舒服 所以你看到 跑進去 敵陰湖的位置 其實那個感覺上 是非常之好 亦都非常之舒服 而且剛剛有陽光出 如果有陽光出的話 是非常之舒服的 好了 剛剛又過了這個3K 過了這個3K 這裡 你看到 敵陰湖 那裡 其實 那裡 有很多 這些艇 幫助大家 去乘量 或者休息 我繼續去跑 也看到 有些參賽者 其實有很多 不同的服飾 待會也會說一下 而前面 你看到 也有很多 不同的參加選手 穿不同的服飾 這裡 就是 差不多跑完 敵陰湖 好了 但是 當你跑跑的時候 這些艇 感覺到這些艇 拍照很舒服 為什麼這麼多人排隊 原因就是 因為 在這個10K的賽事裡面 其實 他安排了 大會安排了 一些卡通人物 和大家拍照 不過 我自己 就不覺得太多人 所以 我自己 都是繼續去跑 跑到前面的位置拍照 然後 已經 去到4K 去到4K 繼續去跑 那個公路 出了 敵陰湖 之後 就繼續向前走 你就開始看到 有些參賽者 是扮這個 Spiderman 扮這個 蜘蛛盒 繼續向前跑 繼續向前跑 又去到5K的位置 OK 其實你開始 你都會看到 其實那些人開始疏 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 有些選手 可能是在後面 我現在 其實 我自己 預測到應該是 中段的位置 現在 在跑什麼位置呢 就是整段 海旁的位置 我自己 都很喜歡 這個海旁 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 下去 看著一個 那麼寬闊的海洋 去跑 是非常舒服的 還有 現在的時間 我想大約是 6.97點左右 因為大約 跑了半個小時左右 所以你看到 其實是跑得很舒服的 還有 其實海旁的位置 就是那些 迪士尼酒店 因為我自己 跑的時候 這些酒店 我也有參觀過 其實真的想有機會 真的住一晚 看下整個海洋 還有 看下日出日落 都非常開心 其實沿路裡面 都有一些人 跟你打氣 有些工作人員 都會跟你打氣 繼續去跑的話 其實沿著海旁 其實都很長的位置 但是 其實如果 你問回我的話 其實真的很好 跑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平路 第二件事 你看著那些景色 其實是非常之靈的 你看到我前面這裡 其實已經有一個 可能是那個 船岸的位置 所以其實跑是非常之珍負 好了 跑完海岸之後 然後又開始 轉回進去 轉回去 你看到有一些 樂隊 其實那些樂隊 非常 那些人 非常之有笑容 這方面 大家都要好好 向它學習 好了 繼續向前跑的話 就繼續跑回去 樂園的位置 就跑回 正如那3K 就是在這個 樂園的裡面 現在就開始慢慢地 跑回去 樂園的位置 那當中 繼續向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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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什麼 就已經跑完 7K 看到樂園了 好了 接著呢 就是一些 補充水分的 站 其實呢 之前 經歷了兩個 OK 經歷了兩個 這個應該是第三個 好了 繼續跑回去 樂園裡面 這一處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這個 的 飄務署 OK 那個飄務署 那繼續進去 那繼續 你看到 這裡 就是 大家通常 拍照的位置 那我們又繼續向前跑 繼續向前跑 那這裡 真的覺得 非常之有氣氛 那這裡 你就可以 碰到 或者聽到 有些工作人員 和你打氣 你剛剛看到 那隻頭腦牙 在這裡 就等著大家 和你拍照 所以其實去到後期 呢 我都會停下來 和一些卡通人 和你拍照 而這一段 其實我自己 是非常之喜歡的 原因就是 什麼呢 原因就是 真的有一些工作人員 和你打氣 加油 其實對於一個選手來說 有時候 有一個陌生人 和你講 加油努力的話 是很touch的 就是 很捉不到能心的 所以我都很喜歡 跑這一段路 那你見到 都會有一些工作人員 和你去打氣 那 跑下去的話 繼續去跑的話 就跑回到那個 黃公的位置 那那個黃公的位置 那那個黃公的位置 是怎樣的呢 那你繼續向前跑的話 然後呢 繼續去 繼續彎進去的話 然後呢 就去到 開始跑去 這個 灰熊山谷的位置 那當然跑這個 灰熊山谷的時候 就會先進去森林 那下去 也有人 跟你去到 加油努力 OK 那繼續跑進去 繼續跑進去 那現在呢 就去到這個 灰熊的山谷了 那灰熊山谷的話 那個山車 是非常之好玩的 那我也很喜歡玩那個 過山車 因為 衝了上前之後呢 然後呢 就回到後 那已經去到8K了 那接著呢 去到這個 Toy Story 的地方 那這裡呢 我覺得呢 整個內容裡面 最色彩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這個色彩的地方 就是這裡呢 其實呢 有很多 Toy Story 的 一些卡通人物 那就是彈弓狗 那當中呢 前面有一些士兵 和他們拍照的 那其實呢 你看到我跑進去那個位置呢 其實呢 看到那些人 開始很疏 原因就是 因為呢 跑得快的 真的去得很快 但是呢 我現在在中段的位置呢 我就自己跑得很舒服 那這裡呢 就是那個 的樂園裡面 那下去繼續向前走的話呢 那這裡呢 就去到這個 咖啡杯啦 那下去咖啡杯 我自己都很喜歡玩的 那繼續向前 繼續加油努力的情況之下呢 那呢 去到最後了 好像差不多了 究竟呢 現在呢 跑到多少度呢 那樣呢 其實呢 都已經去到後期中段了 那下去呢 借借光了 那我看這隻錶 應該是 跑到這個 9.8K了 好 那現在呢 就去到這個 終點的位置呢 去衝線 也到呢 你會看到呢 有些卡通人物呢 可以幫你去打氣的 那下去 跑完啦 就已經完成了啦 那去到最後呢 其實在那個 終點線上呢 就拿回獎牌呢 就能夠完成到賽事啦 而去到最後呢 當你休息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些工作人員呢 都會教大家 做一些伸展的動作的 而當中跑完之後呢 會有一條香蕉食啦 還有有一支的 補礦力飲品 好 各位大家好 今天呢 就11月3號星期日啦 那剛剛就參加了呢 這個迪士尼的 10K的賽事啦 那剛剛跑完呢 那今天呢 都很開心 如果你看回我今天的 跑的數值的話呢 其實呢 我跑這個10K呢 在一個小時之內 所以呢 其實你看到那個成績呢 我都今天呢 就很開心 那你看到呢 我剛剛完成的賽事呢 那就是這樣啦 那非常之開心啦 你搶著 他就好 就好 你搶著 你搶著